各位观众 你们好 多谢来到肥君频道 收睇肥君的视频 今天肥君的位置 继续选为水坑的味道 现在的数字是 12点多还未至1点 我们 选择看看马路上如何 这个时候应该是吃饭时间,但是马路上很少人 说起来,珠海关口又放宽了,72小时核酸检查 方便了很多人,即是3天,即是检查一处核酸, 不需要再检查,2-3天便可以 可能是五一节,可能想整旺澳门,整个72小时 多些人来澳门走,多些人消费,过来长假期 现在澳门的环境都是在吊盐水,到处都是 食物那行,饮食那行,叫做好小小之外,如果是高级餐厅,都是危危乎的 现在每间都是这样的,因为澳门人比较少,因为 消费较少可是不随时 flag,关于我们继续行走一下水坑味 來到這一帶,對面有比較多的食店 一勒舊的老字豪 走過一點就是百路匯中心 以前是戲院 旁邊有虎聯 外面有個花園小 現在就拆了 全部都在高樓大廈 我們繼續走走,水坑尾 中數真是人少 我還以為有很多人 學校已經放學了 應該是出來吃午午 马路上人少,车也很多 很快就有到五一 澳门市民可以拿到八千元的电子消费券 不用急,慢慢来 6月份才开始用 希望政府搞多一些建工的会 还有很多人失业 有投家的真是很惨 这裏是汇业银行的总行 以前是旧公务局 汇业又装修 今天是星期一 马路真是很安静 人都不多 好,我们下一集再见 好,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集见